指着斜坡上的红色油漆字样 显得格外赤眼 这条通往熬峰山的十阶步道 是日治时期参拜神社的重要道路 当地人称为后参道 是相当重要的历史遗迹 如今却要在斜坡上增设花槽 改变原有风貌 引发地方反弹 也是经历过有一些 每个阶段每个年代都有一个翻修的情形 但是都没有像这一次说 那么大的改变 一个建物如果你持续的去给它做 如果有一个大改变 那它永远可能就是不是 会失去它原有的历史建物的精神 或者是它原有的面貌 而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历史建物了 市府日前编列五年无益的经费 准备要整建清水熬峰山公园 但地方社团却对市府规划很有意见 地方表示 园区内有牛骂头文化遗址 及日志神社等遗迹 具有一定的文化厚度 而市府却对整体的规划定位不清 将要求组成推动小组 加强协调 并且朝向文化性及故事性发展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 第一个它并没有把这个公园 它的主题跟特色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也是大家一直很勾病 比如说应该这么棒的一个 有4500年的一个牛猫头遗址 甚至于有1937年的清水神社 它应该要把很多的文化的氛围 要放在里面 而不是只是一个度会公园而已 对此市府也表示 针对地方的意见 将会省慎纳入评估考量 如果能够变更设计就变更 尽量依照原有风貌整件 并且加强地方沟通 记者陈柏翰台中小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